大家好,我是五安 有時放假在家中,下午有什麼好吃的 又不想外出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炒公仔麵 公仔麵相信很多人家都會有 今天炒過什麼公仔麵 今天炒過什麼公仔麵 雜菜有什麼材料呢? 洋蔥絲、甘筍絲、青椒絲、冬菇絲、椰菜絲 這些材料我們剛才炒公仔麵的時候 順手炒過 主角當然不能少公仔麵 大滾水錄一錄去 大約錄一分鐘 雜菜可以煮到 很硬,有些硬身便會很興奮 然後讓它煮一煮到的情況上 第一個步驟要做什麼呢? 燒熱直鑊 首先煎一煎公仔麵 不是炒嗎? 公仔麵要煎一煎 让它有点香香,再炒才好吃 放下去,先煎一煎 煎到公仔面再炒 这些公仔面的菜式,现在很多茶餐厅都有做 这些都是肉炒的,干炒牛肉公仔面,鸡丝公仔面 杂菜炒公仔面都会有 煎下去,大家可以看到 表面有点香,就是这种效果 这些公仔面,不用煮到它都会淋 大滚水,煮一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在家做事,有点优势就是 可以慢慢地煎一下,煎香 煎到有点烘烘的效果 不要太大火,慢慢煎一煎 在外面做,不要用心思煎 混在一起炒 煎香了公仔面之后 我们先拿起来 再放一点油 炒一炒 洋葱丝 磨葱丝 这两样东西都要炒一炒 再炒一炒 炒香所有材料,再拿回公仔面 拌均匀 再炒一炒 闻到洋葱的香味,洋葱的香味 洋葱的香味,洋葱的衍生 可以加入其他材料 加入其他材料 香椒丝 甘葱丝 芹葱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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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下 一炒 炒番茄 入面,炒 Get二炖 这些杂菜炒一点也不重要,别的菜也会有肉 留在部份是备用的 这些杂菜炒一点 这些材料混入 不需要太多油,炒到材料的香味把公仔面吸收 现在可以下味 今天这个味道相当简单 大概半茶匙 这些材料混入 生抽 1茶匙老抽 1茶匙老抽 4份1茶匙老抽 4份1茶匙老抽 炒均匀 炒均匀 不要太大力 煮完 还有些杂菜 和公仔面炒均匀 炒均匀 炒均匀 炒至乾身後,再炒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最重要是炒干 味道不用太多 有些相比较好吃 用原本的包子炒 不要放全包 放半包 放在杂菜上 这个杂菜炒干就完成了 最后加入黑蒜油 更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有空要趕時間 炒干就吃 我先吃東西 多謝大家收看